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 自愿解如来真实业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先讲 《山术海》里面的第四品 我们应该前面了解 第一品当中 主要讲菩提心的功德 第二品和三品里面 都分别讲了一些布施度 所以《入行论》当中 宣说六波罗蜜多 其中布施波罗蜜多 前面已经讲了 同时在《回向品》当中也宣讲了一些法布施 和一些法缘布施的道理 因此没有单独安立为科判 下面我们趋入菩提 因为获得了戒律 获得戒律以后 怎么样入于菩萨的心 通过六波罗蜜多来宣讲 六波罗蜜多当中 布施波罗蜜多已经讲完了 那么首先是讲戒律波罗蜜多 戒律波罗蜜多 用不放逸和正知正量 用两品来宣说 接下来过后 安忍 精进 戒律禅定 智慧 全部一个一个 每一品有一品来全讲 品名也叫做安忍度 精进度 禅定 智慧度 这是我们戒律度 分两品来讲 第四品和五品来介绍 那么首先是第四品 应该讲不放逸 不放逸也是 略说和广说来介绍 首先略说 大家应该清楚 颂词当中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 发大乘菩提心的佛子 菩萨来说 既然前面依靠 七知功等加行 然后按照龙猛菩萨 五周菩萨的 两道传承的仪轨来 接受菩提心的真心 然后后心 让自他生起欢喜心的后心 通过加行真心后心 已经受持了非常殊胜的 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那么这样的菩提心 在自相续当中已经获得以后 应该坚持掌握 坚持不能放弃 即使遇到生命危险 我们所谓的菩提心 也是不能舍弃的 它这里的菩提心 当然主要是世俗菩提心 这样的世俗菩提心 我们千万不能舍弃 这是在我们这个品当中 主要宣说的 那么不舍弃的话 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 当然以不放逸和 正知正念来不舍弃 那么不放逸的话 一定要尽情地 不要懈得 我们天天认为 现在我已经受了菩萨戒了 我已经成了菩萨了 我以后不用度众生了 天天都是很安闲地坐着 这样不是菩萨的行为 一定要受了菩萨戒以后 大家可能在思想上也好 行为上也好 各方面多考虑一些众生的事情 多做一点众生的一些事情 凡是有利于众生的事情 什么事情都要做 这是我们下面也会讲的 因此在这里 千万不能懈怠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 经常把自己的闻思修行 以这个借口 我现在工作很忙 我对某某论典考试 我现在现在如何如何啊 就经常好像退 我们现在学习这部论典 基本上是有一个计划的 这个计划的程度 我觉得在外面的人来讲 是很容易的 比如说两个月当中 听十五堂课 那这样我们真正在学院当中 或者是一个闻思修行的道场来讲 六十天当中只要十五个小时 十五个小时在六十天里面 弄出来多少 可是现在可怜的有些在家人 真的说他们的有些话 我都是对他们悲伤 看起来有时候也很生气 表面上自己认为 我在学《入行论》啊 我在学什么 菩提道次 我在学学什么啊 你不想 这不叫什么学 只不过是因佛而已 真是这样的 真正的学习 我们在这里面有些法师讲 法师讲了以后辅导员讲 辅导员讲了以后下面也 反反复复地讲多少次 然后要背诵 然后要必考 参加多少个考试 才算是一种学 有些人真是 自己特别地懒惰 当然懒惰不一定 你天天都是迷迷糊糊地睡觉 我们这个懒惰的定义 下面还要讲几种 所以现在的许多人 相当地散乱 凡是做非法的一些事情 这些人也很聪明 有时间 有精力 然后一听课 在一个礼拜当中 有些人听两三堂课 这也是很费劲的 就有点困难的 有时候看见这些在家人学佛 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说实话 有些只不过是因佛而已 表面上过关而已 实际上根本没有好好地学习 真正的学习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的 即便自己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觉得对我们没有必要 当然我这里只说的是 可能部分人 有些人也非常精进 但这里我觉得没有必要赞叹 如果你真的要想 修持菩提心不能懈怠 同时不要违背 我们所接受的这些菩萨戒 前面作为利根 按照《续空藏经》 当中所讲的那样十八条 或者有八十条的恶罪 轻罪等等有这些 然后从肯定 或者从修持的角度来讲 菩萨所学的六度 摄氏 三十七道瓶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菩萨 所学的一些学处 不管是所学的学处也好 所知的学处也好 这些有意识地 应该认认真正地去做 菩萨戒力当中 怎么样规定呢 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那么在这里大家在略说的时候 一定要搞明白 什么叫做不放逸 所谓的不放逸就是精神 对这个三门小心翼翼 或者说精神取舍 这就是所谓的不放逸 那么不放逸在《学集论》当中 什么叫做不放逸呢 即使无贪无成 然后无耻而精进行持一切善法 并且在内心 放护一切有漏法 同时它成为一切世间和出世间 功德福德的根本 这里面已经宣讲了 所谓的不放逸的本体和不放逸的作用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我们口头上说 不放逸 不放逸 但实际上什么叫做不放逸呢 大家一定要搞明白 也就是说 不放逸的顶礼 行持一切善法的一种精进 就是叫做不放逸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能受持 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功德 具有这种能力的一从心 叫做不放逸 那么《学集论》当中 讲了不放逸的违品 也叫做放逸 什么叫做放逸呢 就是自己的善门 没有守护 也就是说 放荡普吉 这样放人自留吧 同时做什么善法 没有什么兴趣 做一些恶业 那就非常有善长 这就是所谓的放逸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已经在诸佛菩萨面前 受持了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受持菩提心以后 菩提心的戒律永远也是不能损害 不能损坏的话 那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不放逸 这个不放逸 一切善法的根本 佛陀在《萨摩帝王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诸善法根本即是不放逸 讲得非常清楚 意思就是说 我们佛陀所宣说的 八万四千法门的根本 就是依靠不放逸 如果不放逸的心态 在自相续当中有 那么以后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就小心翼翼地去做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 《入行论》的时候这样讲过 所谓的不放逸 平时都是自己监督自己 自己提醒自己的一种心 比如说我在说什么 这个我能不能说 我现在在做什么 这个能不能做 我现在在想什么 这个能不能想 平时自己监督自己的特别主义 我们平时说的 这个人是特别主义 非常谨慎 像这样的一种行为 这样的一种心态 叫做不放逸 因此我们受了 这个菩萨戒以后 如果你一点 不放逸的心态都是没有 那没有过两天 就可能完蛋了 菩提心就已经失去了 不一定会是有的 所以这个不放逸 刚才按照《学集论》里面的观点 也给大家这样介绍 还有菩萨地论当中 所谓的不放逸也分了五种 第一种叫做 前几不放逸 所谓的前几不放逸也就是说 自己往昔所造的 一切罪障有后悔心 那么以后再不造 而如理如是地忏悔 这是叫前几不 即是过几的几 然后还有一个叫后几 第二个是后几不放逸 所谓后几不放逸 以后自己的一切行为 如理如实地行持 应该改过自行 不造 不做这些坏事 这叫做后几的不放逸 然后中几不放逸 第三个 中几不放逸 所谓中几不放逸 就是说 我当下所做的一切事情 如理如法 不忘记一切善法的规范 做善心的一些规范 不忘记 应该这样来理解 还有后面叫做 前行不放逸和现行不放逸 所谓的前行不放逸 以后在自己的一切行为当中 不作恶法 现行不放逸 那么现在自己的行为当中 不作恶法 所以这个跟刚才前面的 前几宗经稍微有一点差别 但是前面的前几宗经 应该说是行持善法的角度来讲的 然后后面的这两个 不作恶法的角度来讲的 可能梵体方面不同 所以菩萨地论当中 所谓的不放逸 也是分了五个方面来宣说 因此我们应该 从这些道理了解 而且所谓的不放逸 让我们众生 即生当中获得 永远也不会死亡的甘露果位 意思就是获得了这种果位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有的 包括龙猛菩萨的情书里面 也是说了 佛说不放逸即时甘露 放逸来为死亡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行为一直放逸 那就在生死轮回当中 不断地在流转 如果我们不放逸 从此以后不用流转轮回 获得了甘露的这种 甘露是这里获得涅槃的果位 所以这方面的教证 当然是比较多的 如果我们所谓的不放逸 在相续当中没有 真实行持善法 也是非常困难的 包括佛陀在《文殊庄严国土经》 在这部经典当中也是说了 如果放逸者 连身闻缘觉的果 也是不可得的 更何况说获得无上圆满 菩提正觉之果 也有这样的教言 因此我们也不用说 身闻缘觉的果位 连世间的一些 基本上是变成一个好人 也是可能有些放荡不及的人 根本做不到的 我们看平时看见的这些人 不管你是在家人 你是出家人 没有不放逸的正念 那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好像疯子一样 没有一点约束 那这种人 别说是身闻缘觉的果位 连世间的一个高尚人 也可能当不到 所以世间的基本人格都没有 那学佛和学佛的成绩 更是没有可说了 没有办法说得上 因此大家 不管你是当什么样的修行 但自相续当中还是自己 噢 我现在是已经 发了菩提心的人 我的行为跟世间的 其他人是不相同的 那么我现在也不能抽烟 也不能喝酒 也不能做一些世间人 非常低劣的行为 都不能做的 应该自己对自己 有这样的一种约束 我想一个人变成好人 也并不是特别困难的 当然变成坏人是更简单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自己对自己 没有一种这样的教言来 束缚自己 有时候行为完全如理如法 也是有一定的困难 这是我们所讲的 放逸品的略说 那么下面广说的时候 大家应该 对思维学处而不放逸 思维下满难得的人生而不放逸 还有思维我们所短的烦恼 不放逸 分三个方面来宣说 其中第一个也是要讲 不舍菩提心的合理心 舍弃菩提心的过患 然后教解 不要舍弃菩提心的教言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是第一个 应该分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讲 不舍弃菩提心的合理心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预试不尽试 虽而未尽亦 总亦试成般 后亦试去舍 诸佛及佛者大会所观察 为律舍者 云和舍戒 下面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的一些事情 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平时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也有可能自己 反反复复地观察 思维 再决定 这件事情要想做 也有可能这件事情 稍微做一点观察 稍微做一点分析 但是并没有特别详细的抉择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承诺 发这种事业 而且口头上也说了 我必定是要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有些人搞声音的时候 自己觉得通过这样来做一个声音 我自己应该有一定的利润 我的成本也好 我的投资各方面来讲 自己有一定的把握 最后到了中间的时候 觉得有点不对 虽然我给别人面前 已经承诺过 但是我现在再这样做下去 恐怕是不合理的 他马上对对方 服一些违约经 或者我虽然在你面前 这样说过 但现在我想来想去不行的 我这样做下去 实在是没办法的 因此我原来的承诺 现在就不算了 可不可以 我们重新写一个合同书 或者是 我们以前的这种说话 我现在可能没有把握 我一定要改变 当然这样的话 我们世间上一般的一些事情 你到了中途 或者在开端的时候 或者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 如果有改变的话 有改变的预定 改变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危险 也是可以的 任何一件事情不一定是 从开头到结尾 中间一点变化都不能发生 这种情况 作为一个世间的事情来讲 并不是多的 应该是可以的 你到了中间的时候 也是觉得这样做起来 并不是很好 本来我明天到什么地方去的 然后我今天晚上想一想 哎 明天不去要算了 虽然我今天课堂上说了 我要去几个地方 但是我明天不去了 实际上也 虽然有这么多的人当中 已经说过了 但明天不想去的话 这个也没有大的一些违反 不去就不去 也可以这一点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自相续当中 受持菩提心 舍菩提心 这件事情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受持菩提心 在对众生的利益也好 这个事情以前 在千百万劫以前诸佛菩萨 尤其是我们在娑婆世界当中的 本师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具有能照见一切万法 扯知一切宇宙真相的这些佛陀 通过他的 尽所有知和如所有知 再三再次地去观察 观察以后觉得 对众生唯一有利益的 就是这个菩提心 他们也是不仅是 他知道对众生有利的 而且在自己修道过程当中 也是依靠菩提心而成就的 所有的诸佛也是这样的 然后从菩萨的角度来讲 也是像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观音菩萨 以及虚共藏菩萨等等 所有的这些菩萨也是在学道的过程当中 通过他的超越的智慧 能再三地观察一切诸法的本体 然后也要以慈悲心来 观照所有的可怜众生 对这些众生唯一的 从轮回苦海里面 能获得解脱的唯一妙 也是什么呢 最后他们也是发现 这就是菩提心 所以所有的诸佛菩萨 以大智慧 大慈悲来再三观察 之后觉得发菩提心对众生来讲 是非常有利益的一件大事 而且我们自己虽然没有像 诸佛菩萨那样具有高尚的智慧 但自己凭自己的智慧 凭自己的见解 也在常识面前再三地 学习了菩提心的一些功德 知道了菩提心的利益 对自己和他人有帮助 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自己也是反反复复地思考 然后通过七知功当圆满加行以后 在诸佛菩萨金刚上师面前承诺 我要度化无量的众生 所以我们这样的承诺 并不是一群人的场合当中 我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第二天就开始随便变了 不像这样的 应该说在无数的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也已经承诺了 承诺以后不能变的 我现在如果舍弃了 不度化众生 不利益众生 这样的誓言 那是非常不好的 不应该半途而复 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放弃了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其他什么东西都舍弃也是可以的 但永远都是不能舍弃什么呢 就是珍贵的菩提心 希求菩提是恒舌当坚固 那个《弥勒菩萨诗后经》 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犹如须弥山 永不可动摇吧 大概有这个教证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就像须弥山那样坚固 永远也是不能动摇的 不管是你遇到 再大的一些困难或者痛苦 也不能舍弃的 《文殊国土庄严经》当中 也是讲了 无论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受持菩提心以后 即使遇到了生命的一些灾难 也千万不能舍弃 珍贵的菩提心 所以在佛陀有关经典当中 也是再三地宣讲了 菩提心的无量功德 因此平时我们做一件事情 你如果不成功的话 在中间改变也是可以的 在世间当中并不是没有的 这种事情确实是有的 但是我们在座的人 的确也是这样的 我想你们也是 并不是好像 人云云云 随便别人说什么 自己马上要去受持菩提心 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以前上师也讲了 说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有个别的很有可能 别人受了菩提心以后 自己也觉得这样受一下好一点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但大多数的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来讲 应该知道佛经当中 包括我们《华严经》 《宝际经》 一些大乘妙闭情文件等等 这些经典里面已经宣说了 菩提心如实的功德 知道这个功德以后 我一定要发菩提心 你看发菩提心 对众生如何 对自己如何 然后在诸佛菩萨面前 已经成怒了 所以我现在以后 遇到什么样的违缘和困难的时候 都不能舍弃菩提心 我们在座的人住在学院 住在这样的清净道场里面 有多少的缘分和多少的机会 谁也肯定不了的 但不管是怎么样 你到哪里都是 你就在唯一的 诸佛菩萨面前承诺的 不舍弃菩提心 永远当作你的心里的如意宝来对待 然后其他一些城市里面 我想也同样的 我们通过网络和通过电视 大家已经接受了 这样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这样以后 你以后 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 实际上我们的地位没有也可以 财产没有也可以 身体没有也可以 生命没有也可以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舍弃善行菩提心 这颗舍弃真的 对我们来讲损失很大的 所以每一个人当然对自己的修行 还是随着自己的誓言 随着自己的发愿 现在在诸佛菩萨面前也是 时时刻刻都是经常要发这个愿 我什么都舍弃 都是可以的 但菩提心千万不能舍弃 大家在诸佛菩萨面前也经常这样 发这种誓言 而且这种誓言得以圆满 祈求诸佛菩萨金刚上师 时时刻刻加持我的相续 应该这样来祈祷 那么下面讲 如果我们舍弃菩提心 这个过失相当大的 那么这个过失 分三个方面来宣说 第一个讲是讲他的异熟果 还要失去了你他和你自己的机会 然后对解脱有非常大的障碍 从三个方面来讲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也是用三个方面来宣说 首先宣讲 如果我们舍弃菩提心 一定会堕入恶趣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现在你不能随随便便了 就是你认为不要紧吧 反正我受的是受菩萨戒了 但以后有些人这样的嘛 以前学密宗以后 最后自己好像心态不太舒服 觉得不太适应的时候 你随随便便把密法舍弃了 对大乘法舍弃了 我要进入这个 原来新加坡都是有一位这样的法师 他首先在很多藏传佛教的上师面前 得灌顶 得菩萨戒等等 后来好像心情不太好 或者是有种种原因 他说 我现在所有的大乘佛法 全部放弃了 然后我要开始进入小乘学习 进入小乘学习 当然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信仰是自由的 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从我们佛教的一些规矩来讲 这也是自己业障现 随意阻挡不了 但对个人来讲 如果你一旦 噢 我现在不愿意学习藏传佛教 不愿意学习大乘佛法 我开始要学我的小乘法门 如何如何 那自己的一生一世 乃至甚深事 全部都已经完了 没有什么解脱的机会 因为舍弃菩提心 有些人可能想 藏传佛教里面的这种大乘法 我还是舍弃 我还是要去汉传佛教 或者南传佛教的法门 但是你只要舍弃一个法 实际上是舍弃所有的法 这个没有什么差别的 包括佛陀的《摄政法经》当中 也这方面的道理 讲得非常清楚 因此我们很多的修行人 现在都不懂这些道理 你如果懂得这些道理 自己的行为都会如法 现在很多人的行为不如法 主要是缺少佛教的基本知识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愿意 推广佛教的基本知识的原因 也在这里 有些人给我打电话说的 哎 你们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汉地也有很多家的出家人 那么藏地也有很多家的 活佛 高僧大德 你们要求他们制止 不要到处都去骗众生 有些人这样是讲的 但我的回答就是说 我们要制止这些人 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会制止的 没有必要 但是我们如果把佛教的基础知识 给人们传播 什么是善知识 善知识的法相是什么样 首先一直善知识的时候 是如何如何对待 然后基本的佛法是怎么样求啊 我们如果很多人 很多学佛的佛教徒 他基本的一些佛教水平提高 那么他自然而然 不会入义 不会上当 在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 已经当到了这些 搞非法行为的人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想 哎 应该有一个人下命令 把他们全部控制了 这是我觉得 包括我们学院法王在世的时候 也是在课堂上 也经常批评 但是有时候也起到作用 有时候也不一定起到作用 包括释迦牟尼佛 在有些公案 《毗奈耶经》的 有些公案当中看 当时也是一些 搞非法的人非常多 这是一种自然规律 我们也不是特别地 觉得一种奇怪 不这样的 有正法的地方写法 肯定有的 但是我想我们许多的一些 今天有一个人说 我现在懂得了一些佛教的意志善知识 然后现在对很多人 生起分别念怎么办 我说该生起分别念 应该生一点分别念 不该生起分别念的时候 不要生分别念 我直接没有说 但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含义 所以大家一定要 这些大的问题一定要搞懂 如果我们平时一些 佛教的一些辩论 或者是佛教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东西的推理 这你不懂也不要紧的 但是舍弃菩提心的这种危害性 不舍弃菩提心 在自相续当中 有了菩提心的功德 这些对我们每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是一定要搞懂 不可缺少的 如果你这些知识都没有 那你以后的方向 可能会有点迷茫 好 下面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利益众生 虽然已经发了誓言 当时在诸佛菩萨面前发了誓言 发誓言的时候也是说了 诸佛菩萨你们一定要锤炼我 我从现在开始 以前的诸佛菩萨怎么样发愿 我也是这样发愿 我们一边合掌 一边大声地念了三遍 这就是发誓 发誓的话 不要说是佛教的 念世间的一些 有些国家宣众训的时候 他的上帝面前一定要发誓 我要如何如何 从此以后在他的持证过程当中 一定要履行他的诺言 这一点我们从世间的角度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自己也是并不是口头上 从内心当中觉得 一定要利益众生 这样发了这个誓 然后我现在发完诗以后 在实际行动当中 虽然我有能力 我各方面应该可以帮助众生 但是我没有去帮助众生 没有让众生获得解脱 这方面没有任何做 而且我现在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以后不斗众生 我以后放弃了菩提心 如果这样的话 那实际上是 所有的诸佛菩萨 都已经欺骗了 如果全部欺骗的话 我们平时世间当中 比如说 我们一百个人住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你们待在这里 我当然会给你们 带来一个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们等 等半天 这个人没有来 没有来的话 这一百个人都恨他 这个人是多坏啊 你看那天我们等一天 结果这个人没有来 这个是个骗子 大骗子 经常讨厌他的 但实际上这个范围 并不是很广大的 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承诺所有的众生 当时我们说 三界路道的所有的人和非人 天人 等等你们到这里来 我给你们一个好东西 什么东西呢 暂时仁天安乐和诸佛陀的安乐 我一定要给你们 所以我们在诸佛菩萨上面作证 然后三界众生 面前已经承诺了 当时路道众生都 当然我们有些没有神通的 不一定听得到 但实际上你已经在承诺了 承诺以后 不一定对境能完全听得到 有些有神通的非人 一些饿鬼的众生 都欢喜得不得了 一个人生起菩提心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世间减少了一个坏人 然后增上了一位菩萨 增上一位菩萨 通过他的菩提心 通过他的善心的力量 对他们的身心 带来无比的快乐和利益 所以说 我们如果没有 如此这样做 那么最后我们的下场 是什么样呢 必定会堕入恶趣的 所以大家也应该这样想 这些是真正的 从有些道理上讲的 我们平时欺骗几个人 几百个人 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那这样欺骗那么多的众生 那怎么样合理呢 就是根本不合理的 那么在《地藏十论经》当中 也是有这方面的教言 比如说有些人在十种善法当中 连一个善法也是没有行持 一个善法也是没有生持 自己自称为自己是 大乘佛教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欺骗所有的众生 而且这种人 一定会堕入邪道 这是在《地藏十论经》当中 也是有这方面的教言 还有一些 比如说《学集论》当中 引用《慧海清闻经》 《慧海清闻经》里面 也是这样讲了 如果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承诺度化他们 最后我们也没有真实去实行 没有度他们 实际上所有的天人 也是讥笑这些人 比如说我们诸佛菩萨面前说 我要度众生 度众生 结果在实际行动当中 不但不多 而且反而发恶愿 舍弃菩萨心 这种过失是相当大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也再三地请求大家 在我们的一生 也算是一种短暂 很多人的上半生 都已经过了 下半生当中 待多少年呢 也不好说 你待在人间短暂的岁月当中 千万千万不要 舍弃你的菩提心 所谓的不舍弃菩提心 堪布根和尔在讲义里面 也是讲了 自己心里面发恶愿 我从此以后不学大乘佛法 我从此以后不度众生 这就是所谓的舍弃菩提心 如果你心里面没有产生这样 没有发这种恶愿 即使有些行动当中 好像你不能读 这一点不算是 真正的破根本誓言 比如说我今天在路上 看了一个可怜的众生 但是我现在自己也特别累 我不能帮助他 那是不是我破 菩萨戒的根本誓言呢 没有 我没有发这种恶愿 如果我发了恶愿 那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人与人之间产生一些矛盾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比较可怕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跟我的一个道友 或者我跟任何一个众生 产生非常大的矛盾 然后自己心里面想 哎 这个人如果有机会 我要度他 我再也不度 你看那个人 如是如是地坏啊 我心里面这样想 虽然他是一个众生 但是我舍弃一个众生 我舍弃愿菩提心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可怕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众生 我不度 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恐怕不会想的 同时也知道 舍弃菩提心的过失 知道这样过失的人 可能不会这样想的 但是我们平时有些关系不好的人 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哎 这个人有机会 我要度的话 看这个人如何都坏 他在无缘无故地 经常要害我 诽谤我 说我不好看 说我偷东西了 说我什么吃得太多了 说我如何如何太懒惰了 那这样我以后 假设说有机会要度 那我就不多了 我才不度你呢 这样想 这也是舍菩提心了 所以以后千万不要 心里面也信仰 心里面如果要接近 产生这种分别念的时候 马上要忏悔 第二天马上要念菩萨的仪轨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 菩萨戒如果毁完了以后 马上你要受持 马上又恢复了 所以说大家应该在自己相续当中 如果产生这样的话 噢 现在完了 我的菩萨戒已经坏坏了 那没有戒也是可以的 从此以后再也不受持了 就是千万不能想 如果你这样想 那一定会堕入恶趣的意思 那么这样做的 这样功德和过失的合理性 下面在颂词当中也是讲了 下面讲它的合理性 他这里说 如果有些人心里面想给一些 微不足道的东西 给给众生 布施给众生 但后来他并没有发这样的心 没有布施 如果没有布施的话 在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正法念珠经》里面已经说了 就是心里面想给众生 而实际行动当中没有给的话 这个转生到饿鬼里面前 不仅是心里面想 而且发了誓言 口头上也这样 说了以后没有给的话 那么这种人堕入地狱当中 所以这种果报 还非常可怕 平时我们可能有些 吝啬心的人首先想给别人 后来又不想给了 算了算了 舍不得了 那这样是不太好的 这种果报是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的想给的心态 跟后来不想给的 吝啬心的果实相当大的 包括一些分别《诸趣经》 《诸趣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有些人给众生 什么米饭 菜 还有树果 树根等等 这些东西 先心里面想布施 后来没有布施 吝啬心 没有布施的话 这种人也是堕入饿鬼里面 感受无量的痛苦 也分别《诸趣经》当中 也是这样宣说的 因此我们平时 如果你要想给众生 尽量的再不要 出而反而就给了 如果口头上说 更应该给的 这是在佛经的一些 奥妙的因果关系 大家也是非常难以思维的 包括《诗正法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给众生承诺的东西 连遇到生命 也是不能放弃的 如果舍弃了菩提心 在众生面前 已经说出了大妄语 有果实非常大的 所以有关这方面 大乘经典的教言 我们也应该了解 有时候大家也是应该 看一看一些 大乘的一些佛经教典 他们《大乘佛经》里面 所讲的这些内容 平时我们实际的一些因果趋势方面 进行对照的话 对自己有非常大的利益 意思就是说 我们心里面给别人 或者口头上说 后来没有给佛经当中说 因为佛经的这种奥妙 我们凡夫人是不可思议的 唯一佛陀才扯着的 佛经里面已经说 这种人堕入恶趣的 那更何况说 我们对所有的众生 引擎在我们的前面 而且承诺 我以后给你不是一般的东西 不是一般微不足道的东西 应该是无上安乐 极其珍贵的 无上正顿觉的 不可思议的这种安乐 我给众生已经答应了这样 已经承诺了 已经发了这种誓言 那么现在我根本没有给 不但是不给 而且我还要发额缘 就是说 虽然我给你们所有的众生 要给圆满佛果的安乐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义了 不给 如果这样 那这个果报更是不可言说了 因此我们平时 一定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所谓的不放映 就是要知道这些道理 现在我们可怜的 很多佛教徒根本不知道 受菩萨戒的人 倒是比较多的 每一次受大戒的时候 我也已经受了菩萨戒 每一个人拿着菩萨戒本 觉得有了菩萨戒本 自己相续当中一定是有戒体 这样认为的 但也不一定 平时我们在所作所谓当中 看你舍弃了菩提心 没有 没有舍弃菩提心 那你的相续当中有菩萨戒 而且你的相续当中有菩萨戒 你平时会不会帮助众生啊 我觉得我们凡是发了菩提心的人 应该尽量地要帮助 你帮助多少都可以 这个数量不限制 我经常这样想 我们对人类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呢 一些无依无靠的一些老人 这个一定要发菩提心来帮助他 然后有一些失去了 读书机会的一些孤儿 也有一些可可怜的孩子 他们也是非常的可怜 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 没有一个智慧 那跟没有淹没没有什么差别的 双目失明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这些人 我们如果有能力 自己有经济上 地位上 各方面有一点能力 应该帮助一些学校 我觉得 然后我们人类当中 还有一个可怜的 就是平时思想不健康 平时被各种贪欲 嗔恨心所控制的 平时被病魔所缠绕的一些病人 长期的病人 那么这些人 在人类当中是最可怜的 我们尽量帮助 除了人类以外的 其他的众生 那当然是对饿鬼 对地狱的众生 我们只有发愿 给他念一些经典 然后对旁生 看他们在遭受一些生命的威胁 那么我们尽量做一些放生等等 这些功德来做自己 总而言之 你作为一个发菩提心 那始终都不能把自己 放在所有的事情当中的第一 这就是我们自己要 时时刻刻都是要掌握牢记的一件大事 如果我们始终都是把自己 放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然后把众生放在 次要的位置的话 说明我们虽然受了菩提心 但是菩提心 受得不是非常的完善 不是非常的圆满 这一点 大家应该要记得清楚 《学集论》当中 引用了《慧海情闻经》 也宣讲了 不能舍弃菩提心的理由 有广说 平时我们有这个法本的时候 大家还是应该看一看 我看了《学集论》以后 非常束缚里面的很多教证 讲了特别对大乘菩萨的功德 菩提心的利益 讲了以后 我觉得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不能不止 一定要了解其中的意义 这样以后 对自己的后世 对自己的生生世世 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利益 因此我们的一些传承上师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 就是利益众生 给别人讲经说法 利益众生他老人家 所有的事业当中是第一 这个大家应该 我们在座的许许多多的人 已经一直二十年的也有 一直十多年的也有 一直几年 几个月的都有 所以大家也应该 对传承上师的行为 传承上师的这种教言 应该清楚的 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 上师的传承弟子也好 或者作为其他上师的传承弟子 你自己内心当中 最关键的什么呢 就是要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这个是非常重要 其他你要讲自己的什么 我的功德是如何如何 我现在已经开悟了 我已经见到了你的前世 来世 后世 我给你可以灌顶 算命 现在很多很多 不是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些 藏传佛教在各个地方在弘扬 在弘扬的过程当中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的道理 对人与人之间互相交谈 互相介绍 这个很重要的 其他的一些灌顶 当然这也是密宗当中的一种意识 但是什么灌顶 做火供 做一些这样那样 不是特别的重要 首先你必须要知道 佛教的基本道理 别人相续当中的这种疑惑 慢慢慢慢减少 要减少的话 我们对人与人之间 佛教徒与非佛教徒之间 佛教徒与佛教徒之间 应该互相交谈 互相介绍我们佛教的真理 这是对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有责任的 这样以后佛教的这种 真正的慈悲危害的精神 让人们彻底了解 如果了解了佛陀大慈大悲的 这种至高无上的智慧 谁也没有一个不行的 只要是精神正常的 只要是有公平智慧的人 他会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现在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了解佛教的道理 希望大家多学习一下 不要今天跟这个上师跑 明天跟那个上师跑 当然对我来讲 你跑多少个上师跟前也无所谓的 你一直到多少个上师 也是对我们来讲无利无害的 但是对你个人否则的话 对你个人最有益力的 就是要学习佛教的真理 然后对佛和菩萨 真正生起了不退转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人生得到的意义 我平时都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学习现在 大乘佛法的一些道友当中 我也发现有些人 今天跑到哪里去 明天跑到这边去 今天朝山去 明天跟上师去 当然你去也是你的自由 对我来讲 也是非常随喜功德的 但真正对你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 失去了这种机会以后 以后你有没有这个机会 也是很难说的 我并不是自己的习惯 要买出去的话 自己发财 没有这样的 梦中也没有这样想过 但真正我们上师如意宝的 以前的教言也会这样 经常跑来跑去的人 上师是非常非常讨厌的 一心一意愿意学习 一心一意 一门心思地去 专注一门大乘佛法 自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一直保护 一直想通过各种方式来 增上他的功德 这就是上师如意宝 应该是非常欢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 我们在座的各位 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方法上 应该人要稳重 人不稳重的话 不要说我们大乘佛法 连世间的一些知识 也是不稳重的人学不了的 今天听一堂课 听两三天的课 然后过来以后 护衍了 随便应付而已 这个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此你一定要 念一部论典 两部论典的 如果一辈子当中 你听不圆满 我觉得学大乘佛法 只不过是形象而已 因此大家学习很重要 应该知道这一点 好 今天学习到这里 而且是更具体的 优优独播剧场——新 um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